欢迎来到汽车咖啡馆 今天又又又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 就是又有一家中国品牌正式进驻马来西亚市场 而且他们已经开市了本地的办公室 那么这个品牌是谁呢? 就是 MG 明爵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要讲到这个品牌 还有它的未来产品规划 在影片开始之前呢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哦! 还不知道 BTH Petrol e-card App 是什么吗? 那么现在就不要错过了解了 只需要现在下载这个 BTH Petrol 的 e-card App 然后注册用户在你每一次添油的时候都可以累积积分 在这里拥有各种高价值的丰富物品等待你来兑换 其中就包括了智能手表、电子产品还有厨房用具 另外你也可以用这个积分呢 来换取这个打油的优惠券 BTH Petrol 的机油 还有BTH Petrol Mark 的独家商品 还有还有在注册用户的时候 记得输入我们的推荐码 BHP X AUTOMACHI 那么你就可以获得额外的100积分 BH Petrol The Right Choice MG 明爵这个品牌其实是源自一个英国的汽车品牌 之后被这个中国的上汽集团收购了这一个品牌的所有权 所以现在你可以讲它是英国品牌 但是实际上它的资金跟技术还有背景呢都是中国企业啦 但是你不要因此小看啦 因为明爵目前在欧洲澳洲还有东南亚市场其实表现都非常不错 首先呢他们在泰国市场起步非常的糟 因为上汽集团 SAIC 跟这个泰国的政大集团呢进行了合资 他们在这个泰国生产了这个 MG 的车款供应当地的市场 如果你市场有去泰国的话 你就会看到当地是非常多 MG 的车款了 因此 MG 也可以讲算是半个泰国的国产车啦 然后除此之外呢 MG 也以泰国作为挑反进军其他右驾驶场 包括了印尼亚 澳洲等等 它目前在澳洲的表现也非常的出色 但是它在澳洲主要是卖着一个内燃机的车款为主啦 它的电动车暂时澳洲的销量还没有那么出色 可是如果今天我们去看着一个欧洲的话呢 那么欧洲的 MG 表现就非常强烈了 MG 是这个英国市场前十的常见品牌啦 就是讲他们在英国市场卖的车非常的多 而且呢 最近有一个销售数据统计 MG 4 就是那种非常帅气的纯电Costover呢 在欧洲市场的销量 是欧洲前十名销量最高的电动车之一 排名第六名 从1月到8月呢 它的销量达到了3万多辆 但当你这个成绩呢 它就超越了中国的电动车龙头 BYD 在欧洲市场表现 所以这样子讲 你是不是觉得它很劲呢 不过实际上呢 明爵呢 在中国的这个存在感并不强啦 当然明爵在中国有非常多好的车款 像是这个 MG 5 MG 7 还有这个 MG 4 木兰 但是这些销量呢 在中国其实都不算太强烈 因此 明爵其实瞄准的主要市场是海外 欧洲 澳洲 还有东南亚 其实从 2016 年开始呢 MG 就一直有传闻要进军马来西亚市场 而且甚至有非常多的传闻 它们的这个合作伙伴会是Bjaya集团 甚至它们有很多的车款已经在马来西亚进行了测试 包括了纯电动的这个 EZS B-Segment SUV 还有涡轮增加版本的 ZS 还有这个 C-Segment 的 SUV HX 都已经在马来西亚进行入市 而且入市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我们还曾经获得过它的跌照 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这个车款进不来马来西亚市场呢 首先就是它们跟这个合作伙伴谈不拢 然后第二点就是在马来西亚市场政策 因为大家都知道马来西亚市场是一个比较独特的市场 所以进来马来西亚市场呢 需要进行很多的前期规划工作 不过最近呢 它们就已经在这边设立了这个办事处 接下来就是等待它们的这一个合作伙伴的功夫啦 其实早在2022年的年末呢 我们就已经跟SAIC负责东南亚部门的这个高层进行过一个联系 它有表示呢 马来西亚确实在它们的计划中 同时它也有提到它们在马来西亚的这一个产品规划 首先MG在马来西亚市场呢 会跟泰国跟澳洲不一样 因为在这两个市场呢 它们都是专注这个燃油车款 但是在马来西亚市场呢 它们暂时会专注纯电动车 而在之前呢 也有网友募集到这个MG4出现在马来西亚市场 所以很大的理由相信 它们的第一款车型呢 就是这个MG4纯电动车车款 那么为什么MG不在马来西亚引进这个内燃机车款呢 其实很简单 因为目前内燃机的市场呢 被日系牢牢占据 所以呢 MG还有其他的中国品牌呢 要在马来西亚杀出重围 最好的方法就是走电动化 当然这个电动化只是第一步 如果要提高本地的市占率的话呢 我相信它们到最后还是会引进 纯内燃机的车款呢 那么纯内燃机车款 有什么车会进来马来西亚市场呢 首先我个人觉得 这个MG的ZX是一个很大的可能性 因为目前这个ZX呢 在台湾啊 在欧洲市场啊 都卖得非常的好 是一款主流的B segment SUV车型 而目前马来西亚市场 最多人买的就是B segment SUV 相信它进来马来西亚市场呢 会有一定的表现 除此之外呢 ZX的HX也是有几率引进马来西亚市场的 这一款车呢 在海外市场提供了1.5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还有2.0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可以选择 在动力的配置上面呢 基本上就是不输了啦 所以ZXX SUV 我觉得它进来也会有市场表现 那么NG5会不会进来呢 我觉得可能性略低 因为目前非国产的B segment车站市场 牢牢的被Vios 还有这个Honda City所占据 就像是Proton S70这样的车款 降维打击其实也逃不了好 所以我相信呢 MG应该会skip掉这个市场啦 不过就算这个MG5引进马来西亚市场呢 应该也会蛮多人吐槽 因为这款车最近在这个澳洲的AMCAP进行测试 竟然获得了零星 因为基本上它的安全配备是缺乏的 所以这样子的车款 相信马来西亚市场也不大会接受啦 那么接下来最大的问题就是 MG在马来西亚谁会是代理 目前呢会有两个传闻啦 就是其中一个代理商 就是大家熟悉的Bromas Auto 因为Bromas Auto刚刚把这个Piujo的代理权呢 归还给Atlantis集团 所以目前他们是有空出一只手来负责一个新品牌 据说呢 目前MG正在跟Bromas Auto 掐谈 所以MG可能会成为他们的另外一个品牌 至于另外一个传闻呢 就是MG正在跟三位集团掐谈 你没有听错就是三位Piramid的那个三位 他们也正在掐谈这个MG的代理权 不过目前就没有消息呢 谁会是最终的代理商 那么这个要等待原厂的公布啦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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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看什么东西咯 诶 我在看这个BH Petro E-Port可以换什么物品咯 你看 有吹风筒 有吸尘机 有厨房用机 还有智能手机诶 然后你还可以用积分换取打油优惠券 BH Petro的引擎油 还有BH Petro More 的独角商品 什么都有 这样好的打油打风 或者在BH Petro Mark消费就可以换东西 哪里看咯哦 要会员费的嘛 很简单不用申请不用会员费 你只需要在Apple Store或者Play Store下载 BH Petro E-Card App 注册用户就能在你每次打油的时候累积积分 各种丰富物品等着你去兑换 在BH Petro E-Card App 你可以随时查看自己的积分和兑换物品 除此之外最新的优惠和邮价更动 也能在第一时间里面在App看到 还有还有不要忘记注册用户的时候 输入我们的推荐码 BHPX Automagic 就能获得额外的100积分咯 赶快下载BH Petro E-Card App 注册用户收集积分兑换你想要的东西吧 我已经想要很久了哦 现在我们马上下载啦 还等什么现在就把它下载起来吧 BH Petro The Right Choice 那么我本身看不看好MG品牌呢 其实我还是看好的 相比起其他的中国品牌 MG最大的优势在于 它在欧洲还有澳洲这些市场销量不错 而且这些市场的需求呢 跟马来西亚其实是比较接近的 因为其他的中国品牌可能他们出海的表现很好 但是他们的销量基本上是在中东啊 南美或者是非洲这样的市场 跟马来西亚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然后第二点我看好MG的原因 是因为MG在泰国扎根已久 它在泰国已经有完整的产业供应链 所以如果它未来进去马来西亚市场 就算它要CKD的话 那么零件的供应上也不会是问题 泰国消费者目前给予MG的评价是非常好的 而跟泰国口味接近的马来西亚消费者 我相信应该也会接受这个品牌 那么大家对MG这个品牌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啦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内容 喜欢我们的影片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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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